18、22、24、26、28、30 那通常28號跟30號我們現在還做凶蛙用的 所以24號對我 我覺得以綁雲龍的來說24號太硬了 所以我今天選的是26號鐵絲 所以你可以依你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綁的是很粗的雞蓋 那你就給它用18號鐵絲 因為它細節它沒有力量 那待會這鐵絲達到以後 絕對不要像我 我先算一個錯誤的方法 就是拿到以後你就整隻這樣採 就來這樣綁 採完之後呢 你就把它剪掉 這就不要了 太浪費了 太浪費了 所以待會拿到鐵絲之後呢 盡可能的先把它剪成四等份 剪成四等份 然後在綁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把它掐一個U自行 先掐U自行 注意你綁的時候啊 你要扭的時候你要抓那個點 不要抓在外面太外面 你要抓靠近植物的這個點 如果你抓在外面的話 把他抓最靠近植物的這個點 你去扭它 你可以由大家幫我戴鉗子對不對 前掐要抓那個點 就是直接靠它最裡面這樣轉 那你轉個兩圈就好了 因為重點是如果你太大 你轉轉上去它就斷掉了 轉兩圈就好 然後呢 走來抓 不是有一個圈子跟這樣子嗎 會有一個那個 怎麼說有一小隊在外面對不對 你要用你的鉗子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它是不是赤製的 這個赤製要收乾淨 就不可以住這樣赤製的 就這樣放著它 因為你的作品 萬一它走過去一波就知道 你的手了 所以你用那個鞋頭鞋的背面這邊 把它往直方 往那個製造裡面壓 把它整個壓平 像我這個都還算留太長 你們可以留在短一點點 這樣把它固定住 好不好 鐵是夠這樣用 鐵是夠這樣用 那一個一個檢查 這是基本功 好快一個一個檢查 謝謝